大家好,歡迎收看プレイHK的阿俊 繼續人家,上集警局那邊因為內控而淪陷 接下來我們應該要去新的地方探索 現在繼續遊戲 又有電話? 阿俊 阿俊,我們正在想辦法回到白羊鎮 最快只需要三天 阿俊,你上次有沒有再打來?好像接不到 對不起阿俊,我們很快又再次轉移 都來不及打給你 不要緊,阿俊,只要你一切都好就好了 我和Cody,Cody他… Cody幹什麼? Cody沒什麼,我們很好,阿俊 你們是不是準備接返白羊鎮? 為什麼不去安全區? 我們曾經嘗試去安全區 不過那裡比我們想像的要更加難 思潮的活動範圍都抵達各國安全區的邊界 我們如果貿易前往,只可以白白送死 好,或者等你平安回來,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 是的,我太顧著你們了,你真的很偉大 我真的很想快點飛回來和你們團聚 好,我們會好地等你回來 就算再慢一點,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只要生存,我們就可以團聚 我剛剛也是這樣想 等我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打電話回來 不過你放心,我一定會回來 好,等你了 我和Cody等你 即是說三天後就可以團聚? 是不是真的?不要騙我 都是寧靜的一夜非常好 又又衰退了 用意志對抗病毒,每日發作時間提前 但是我們受到的攻擊傷害 會每日減1% 今次我選擇重度低血糖 做多一個症狀加深 唯有 我想我真的要吃藥才行 做個藥草茶 Cody,Cody還未懂 過來幫忙幫忙 這個很重要 先解決重度低血糖 對,我們沒有其他藥了 慘了 Cody也要喝水 先拿雪球 接著我們要煮食 煮三份 Cody 接著就要製作水份 多一點,四份好一點 好,先吃到這樣 接著Cody 而他 開竅還有12小時剩 如果要去新地方,我想要學戰鬥技能 看書 自我防衛索 重度重壓都失效了 終於 現在剩下兩個狀態 重度低血糖過多兩個小時就會消失 這個正狀加深 我們晚一點睡覺都會消失 非常好 上來我想讓Cody學了技能 先抽了生存 好,一下就抽到1200 這個非常重要,省很多時間 好,工具台的提升速度到5 應該我們製作的時候就會節省很多時間 出來吧 出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去看看種的東西 外面很不妥 現在獨木瀰漫 還有我忘了拿橙 種完就走吧,不要留在這裡 等下雨的時候自然淋水 那就應該真的準備好了 有東西吃 藥草放好它 有木器,熄燈 原本我是想去白歐海灘 但因為它有思潮出沒 所以就沒辦法 我們應該要去慢擊監獄 小朋友跟著我 媽媽,這裡在哪裡 前面就是巴德警官說的萬吉監獄 萬吉監獄 那是不是我們馬上就可以撤離到安全地方 我也希望是這樣 不過我們還是要小心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人類和喪屍究竟誰更加危險 所以到底什麼更加危險 媽媽都想知道 小朋友先過來 集物堆 前面沒有人 好像 嘩 在混戰 那邊的在幹嘛 快點過來幫忙 你先打爆吧 我收拾完東西就過來 反正我不幫你 你們都會自鬥 幫了你 不見得會幫我 有鐵管 好,可以拿回去 Cody,我們走吧 不要站在那個位置 危險 你看那邊有多少喪屍 隨便過去可能會死人 製造業子 好,Cody Cody很害怕 這裡可以安撫一下 好,我們走吧 Cody,撞他 還有這個 我們要撿射尾刀 快點射尾刀 快點射尾刀 不要被人拿到尾刀 不要死 唉 差一點 還未到休息的時候 那些東西隨時會再來 快點維修好防禦設施 維修吧 維修 我沒有板 你有板給我就說維修 那些東西 這裡呢 Cody,過來過來過來 這邊 Cody 原來你那邊撿到很多東西 但我沒有木板也沒有用 這裡 工具箱又沒有鎖匙 這邊呢? Cody,你那邊呢? 他們這麼多東西掉嗎 怎樣?找完了嗎 找完就看這個 我們還未能進去裡面 嘩,正 有鐵管 但是沒有板 誰知道過來這裡要拿一塊板 那怎樣? 我們要回去 剛才Cody好像想上來 是不是 對 有些隱藏東西在這裡 你撿出來 有四顆蛋殼 我沒有辦法,唯有回去 我沒有辦法 回到家 我想第二天早點再出發 現在這個時候就 我想去一去嘉年華 據說我們找小丑應該會有些東西給我們 你現在進來為什麼好像沒有告訴我是哪一個機關 而且又不見小丑 找到小丑 但是他說回我們一開始遇到他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要重新救他一次 但是門又封閉了 那怎樣? 我現在不知道路線應該怎麼走 還有原來這裡是有本日誌 我的家鄉 很多人飽受亞之海默靜的折磨 這個是我來這裡的唯一目的 所以你畢業之後就會回去 我一定要盡快學習 拯救更多的人 我會幫你 不過這樣之前 方不方便一齊看電影 恐怕不行 博士 我要完成這個課題的研究報告 那好吧 或者我可以幫你 謝謝你博士 但是你應該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做 我知道你們在研究 針對亞之海默靜的特效藥 我對此充滿期待 79年11月11日 第三次約會 似乎沒有明白我的意圖 心思完全在學習上面 看來博士對研究生有點企圖 看完就上來這邊 鎖住 怎麼走 這個應該就是鬼屋小丑說的練習 聽他描述 原來要這樣救他 我想是我剛才飛對白飛太快 所以就漏這些東西 奇了 我走出走又明明找到 小丑但是我又帶不到他出來 搞什麼 但是晚了8時半 我們還會提早發作的關係 我遲些先過來找他 夠了Cody 睡覺了 差幾分鐘又要發作 現在提前了兩個小時 我少兩個小時用真的很嚴重 我們用不到這個工具台 暫時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要拆 都不用制約 要這個視線模糊 出來吧Cody 放下一些東西 再拿木板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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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沒有水 拿雪球 Cody過來煲水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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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多幾塊木板來的目的是 擔心它還有幾波 如果還有幾波的話 帶多幾塊木板會更好 還以為差點要死 你是誰 為什麼跑來這裡 我叫安寧 是巴德先生叫我來這裡找威尼警官 原來是巴德老大介紹過來 沒有證沒有據你們就相信 如果現在方便的話 我想盡快看到威尼警官 威尼警官 你先跟他進來 我要去請示一下老大 行不行 隨便信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就這樣進去 老大現在沒有空 要麼在這裡等 要麼到處看看 但是那些東西就不要亂搞了 有問題我就幫不了你 謝謝 那你明白就不要惹麻煩 可以進去了 Cody Cody過來這裡 蛤 我也是想看看 我看看也不太過分 這裡可以開幕 也是查看 這邊是探監的 這個就是鐵背幫 他們竟然把監獄變成這樣 原本的囚犯去了哪裡 他們就是囚犯 Cody你找到東西 這個我們不可以拿 可以拿 原來是Cody發現的東西就可以拿 這個也是查看 拿不到 開門 也是查看 沒有特別 Cody你有沒有什麼可以發現 有探索空間 進去看看有沒有好東西 最後一架 最後一架 好東西 退出 不要貪心 我們已經撿到很多好東西 我們已經是已經快到 了 Cody 上來 我覺得應該要上去 Cody Cody 這裡有沒有什麼好東西 有沒有發現 這麼高 停下來 你是誰?怎麼進來? 我是安寧,巴德先生,我來找威利 找威利? 你先等下,等老大有空再說,你老大是誰? 樓下有籃球場,但好像還有一些封住的地方 又是茶漢,我想遲些可能又不小心引了一些喪屍過來 巴德叫我來這裡找威利警官,威利警官真的在這裡? 難道威利警官是這個鐵背幫的實際管理者? 擺明就是了 完全沒有東西收拾 高迪過來 怎樣?有沒有發現? 又有探索空間,真棒 好,最後一格,不要再走 再走,貪心就糟糕了 都有不少收穫,算是這樣 那邊這麼吵 安寧,你要堅持住 就當是為了Cody 你也要堅持住 找到威利,一切就真相大白 我覺得有點危機 這裡可以再鎖 這邊可以再鎖 Cody,咬它 那隻呢?那隻可以咬它嗎? 先打它一下 Cody,再打 還不死? 還不死? 搞定 到這邊 一刀掉下去 可以,它爆炸了 我們不要管它 這邊沒有東西拿 這是雜物堆 到這邊 打不到 不要走 你 先放東西 還有某 它不出來 Cody 打到它 現在我們可以攻擊它 裡面 它不可以攻擊到我們 剩下那隻可以打到它 不行 撞它 再打一下 Cody 它就死定了 OK 沒有了,來到這裡 打完 這裡可以出來 Cody,你發現了一些好東西嗎 對了,Cody,繼續攻擊它們 趁它們在裡面的時候攻擊 我們才會比較好 但是它們很掌握,怎麼辦 好,搞定 過來 為什麼它們要鎖上那些喪屍 不過來的就不要管它 這裡又是撿不到東西 原來那些龍是要來鎖喪屍的 我真的猜不到它 又藏新地方 你先進去 出來,有什麼好東西在裡面 有火藥 這邊呢 這邊沒什麼特別 我想開又不讓我開,真的黑人爭 可能走到它的特定位置做事的觸發也不行 又有了 又有了 為什麼我提到威利警官那些他們的態度有點奇怪 難道威利警官出了什麼事 會不會它變了 喪屍 你怎麼進來這裡 我找了你半天 對不起,我只是想到處看看 行了 我沒空聽你說廢話 快點去接待室 老爸現在有空見你了 太好了,辛苦你 這些話每個人都會說 看你有沒有什麼好處給我 唉 我要給你些什麼 又好像沒有 走了走了走了已經很晚了 不對,這裡還有 還有東西可以調查 先看看 Cody,這裡也有些東西可以玩 這次這個洞麻麻地,不過也算好過沒有 Cody,這裡這裡 真的可以躲起來 好,出來了 有什麼好東西 有三顆子彈 你好像找到好東西 調查一下 又開鎖器非常好 幫他 幫他 Cody把他撞一下 帥哥 還有這隻 打完我們就走了 閃人 免得他走出來的時候 會多一隻東西襲擊 放上去接待室 會不會就是在最頂的位置 我想應該是這裡吧 沒錯,他讓我進去了 你好,我是安寧 這裡這麼亂 是巴德先生叫我來這裡找威利警官 是巴德警官叫你來 他現在怎樣 他死了 好,警告發生了叛亂 他臨死前叫我來這裡找威利警官 請問他 什麼 你說巴德死了 他死了 被人搗亂 手下反叛把他殺了 那個壞人 那個巴德他真的死了嗎 看來很討厭他 我終於 你為什麼還在這裡 你找我做什麼 你想找威利 找威利 好,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威利 來,我們一起去看看你想見的威利 等等,上面有人綁住了 托德,他有什麼事 誰知道,巴德老大真的猛 被他坐過這樣的位置 哼,你真的當那個是什麼特別的位置 不過是個… 我說不說可以 都是跟他讀 死條子威利的傳聲筒 像小小靈人的東西 可以做傳聲筒也好 至少一人之下 亂說吧 你 我就想快點離開這個鬼地方 是否不知道所謂的口令 我早就搶了他桌上的衛星電話 聯絡飛機走路 那群無奈的田子 坐監的時候讓他們擺佈 現在還要當他們的狗 他怎麼這麼生氣 整一下,將你們的狗耳,是不是樹棄的意思? 接下來我會宣佈一件大事,關於你們這班廢物的小命大事 如果想生存著離開這裏,就和我合上一張嘴 好,看來你們雖然蠢,不過都未至於蠢得那麼離譜 知道可以活著離開這裏的意義,我就說了 從今天起,我,托德,就會正式接管鐵背幫的所有事務 我在鐵背幫擁有至高無償的權力 而你們就要效忠於我,效忠於鐵背幫的新老大,托德 那我怎樣?我不是你幫會的人 放屁,你瘋了善?你憑什麼? 他敢這麼說,這麼威力呢?等等,他旁邊的就是威力 哈哈,你們的反應,我一點都不意外 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一早就在想,托德這個壞人憑什麼 可以做到監獄的代理老大 你們憎我,妒忌我,甚至每天都想要殺了我 但是你們不敢 因為你們怕巴特,怕威力 怕他們心狠手辣,怕他們不帶你們出去 怕他們不再給你們一個洗白的身份,對吧? 你們這班假裝恐惡的軟彈 放棄,我才不怕你,你隻狗而已,有什麼好害怕? 哈哈,你很大聲,很喊得是不是?我認得你 在監獄被喪屍攻陷之前,你跟著你的腦袋 他說有些戰績,我認識,你老大好像變成了烤肉 閉嘴,如果不是下一個,享受氣又淋浴的就是你 他們很變態 你 行了,不要跟他爭論,聽聽他到底想說什麼 身為老大,怎會跟小孩吵架,我要注意一下身份 接下來說正經事 這件事你們都見過 甚至有人試圖搶走,偷走過 不過下場你們都知道 沒有口令,這件事就是一件磚頭 沒有人會來救 幸好多得這個先生所賜,你們現在可以看到了 在我旁邊這個穿著警服的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威尼先生 鑑於你們可能沒有見過他的真面目,我今天特意請他來 作為我正式執掌鐵背幫的見證人 威尼?那個人就是威尼,我也是第一次見,你有沒有見過之前 哪有人見過?如果不是有人真的坐直升機撤離離 我都懷疑是不是真的有一個這樣的人 你真厲害,威尼先生 不只在喪屍淪陷區裏作威助伏 連外面的人都被你耍到頂頂了 想跟官奴儀說話,就要說出暗號 想撤到安全區,就要你頭同意 你真的將所有權力一人獨攬 你就是想享受這種土皇帝的快感 其實你根本沒有想過將我們全部送出去 之前撤離幾個人,不過是用來給我們建立虛假的希望 你先生可能太過害羞了,開不開口 那就行了,當是他默認 難道你知道了這麼好? 當然了,不過與其說拿到不如說知道 我當然沒有蠢得像威尼那樣 將一個暗號寫在某個地方 然後等有人來偷它 或者好像我一樣用了一些手段來拿到它 有人這麼蠢嗎? 對,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寫著暗號的東西了 暗號不在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張紙、樹葉或是誰的底褲上面 他們都在這裡,在我的腦中,剁了自己的額頭 怎樣?現在還有誰想用你們手裡的武器 來親問我的後路? 哎呀,其實我也是想多了 就算把暗號寫到你們的眼前 你們又懂得上面多少個字呢? 痴痕 知道暗號外面的人就可以帶我們撤離? 那些普通人的身份真的可以讓我們在外面洗白嗎? 既然我敢站在這裡和你們這樣說 當然已經著握了所有威尼的那些小伎娘 跟你說 威尼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以後知道我合同 才可以讓一個人撤離 快點來討好我 說不定我開心的話 今晚就幫你安排一架專機 哈哈哈哈 那巴德呢?巴德是威尼的死黨 你不怕他知道 就會殺回來把你撤成獄獎 他不會被你威脅 他說過根本不在乎切不切到安全區的事 他喜歡做廢土上的王者 哈哈哈哈 巴德 巴德 哈哈 還有一個巴德 我真是蠢 我怎會不記得他 那怎麼辦? 如果他死了多好 啊 我想起了 他真的死了 哈哈 你們這些蠢才 巴德不死 我怎會實行這個計劃 用你們的豬腦去想想 怎樣?有人不相信嗎? 你們可以去警局看看 不過我就不建議你們去 你們這些廢物 還生存的巴德都可以嚇你們半死 萬一他變成了喪屍 你們就沒命了 咦咦咦咦? 眾人攝攝私語 說炒成一團 但是那個圖像看起來好像是有力人士 哈哈 嗯哼 現在你們知道誰是老大了吧 那些不信我你們可以離開 我希望留下的人對我絕對服從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些 鐵背幫繼續運作 而我呢 就會代替這位先生對現他的謊言 你啊 帶他下去 交給你們了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看見到威利了吧 那我怎樣? 你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當然是有一隻想做的事 你記住 這裡再沒有什麼威利警官 可以決定你撤離的就只有我 托德老大 當然我是不會虧待你的 畢竟你幫我送來了這麼好的消息 那現在你走吧 我要休息一下 那托德老大 巴德答應我可以撤離 你就去找巴德吧 不對 巴德叫你去找威利 你問他吧 不過他說什麼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托德老大求求你 至少給我的兒子可以撤離 你還有一個兒子 哎呀 真是一個堅強的媽媽 但是和我有什麼關係? 你可以走了 就算你站在這裡 我也不會給你答案 不過如果你想到什麼新奇的想法 哄得很開心 我或者會給到你想要的答案 求你 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真的需要帶著我的兒子離開 我可以肯定馬上就有很多人 像你這樣求我 哇 想想也很棒 雖然他們一定是偷偷地來 偷偷地走 不過他們一定會來 我也要想要怎麼折磨他們 對了 給些垃圾去收垃圾 哈哈 我真的有天才 你想離開這裡 就去收垃圾 如果找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記得給我看 或者我開心 你就可以走 那現在可以收拾東西了 有一份日子 Mr.R 都是背叛了他的謊言 原來這幾年我一直在這裡被欺騙 很好 這次我的決定 將不會是退出這麼簡單 我已經聯絡了記者 明天我就會公開十二年來這裡的一切 你需要為你的背叛付代價 老師 威魔特工隊那麼帥 這本書名 拆到這裡 我們不是很過分 在他面前拆東西 嘩,正 不要妨礙了 哈哈 我們很餓就行 看來只可以先按他說的去收垃圾 這裡有這麼多物資到處放 如果我可以找到什麼 或者真的可以打動它 行不行 不過其實我們剛才也收了很多好東西 但是有這麼多東西我們撿不及 現在已經六點多 八點鐘就要離開這裡 我唯有就是沿途這堆盡量撿 撿到七點多鐘就一定要走 有電腦板 不錯不錯 Cody發現了些東西 正啊正啊 找多點出來就對了 我們需要大量的資源 這裡 Cody這裡 手提箱 剛剛撿到什麼 挑戰字 我們有很多書看 有火藥有肉乾 這邊 這邊呢 火藥有電腦板 還有電腦板 還有這裡 崩帶 這個呢 不用了 不是,七點多了 我們真的要離開 明天再回來收拾東西 Cody開這個 開這個 都是那些子彈的 這裡好像藏身 放進去 出來吧 火藥有四顆都不錯 都算是有多豐富的收穫 還有我們要喝水 回去 遭到盜舌 幸好沒有東西被偷走 媽媽 還有人可以偷走進來 媽媽有發生什麼事 為了教好一下Cody 我們就當那個人很可憐 逼不得已才進來想偷東西 不好的媽媽 希望物資幫他度過難關 但他好像沒有偷到東西 沒事 原來是這裡 沒有鐵板 不想用木炭 拆一個這些 Cody你來 因為木炭很重要 我要來做東西 木碎少不要緊 最慘就是我們木頭不可以變木碎 不可以用來做木炭 的 Cody想休息一下 那樣的話要不看書 我們應該要 生存 看看這個 求生常識 我想我們也要吃東西 還要喝水 先煮兩個 Cody過來這裡拿水 拿一份就行了,不要拿 這個是緊急水源 這邊都應該可以拿,沒錯拿一支 OK 今集我們暫時就玩到這裡 叫做一些進展 假如那邊說真的,我覺得做什麼都是徒勞無功 應該是要去海岸那邊 不過我們逐樣慢慢來,先去監獄那邊 搜索後才去新的地點 今集暫時就玩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